字幕提供 今天到動外民衝衝衝 引跑百米之姿地下攤位 要卡位搶玩遊戲 比賽拿獎金 從二樓俯瞰展場人潮 猶如沙丁魚般 米哈油和木棉花等粉絲到場 幾乎動彈不得 還都到進口了嘛 儘管天氣悶熱還飄著細雨 但唱外民眾熱情不減 大包小包停著行李箱 還有Coser精心花了兩個小時打扮 變身最喜歡遊戲角色 淡化窄人潮 創下23屆以來新紀錄 20個入口排隊人籠 環繞四周整整兩圈 儘管25號收到颱風酒局 無法如期開幕 26號入場人次突破18萬人 主辦單位預估三天下來 可能破60萬 因此每天都延長一個小時 要緩解人潮 三點半星 蠻期待的 有的人就是從高雄上來 霹靂布袋戲 它有一個條慢 就是跟這個角色相關的 那我們就特別來參加這個活動 每年都有來 三個小時 就是上妝 然後到戴假髮 然後到出門這樣 來動漫展也可以像我一樣 戴上VR眼鏡 裡頭有虛擬演唱會 讓原本2D的感受 讓你用3D身力其境 是的 我們是采取預約制 然後活動非常的熱烈 然後我們已經賣了500多張票 所以觀眾非常多 它的未來就是 我們希望透過頭戴式裝置 可以讓VTuber更貼近你 漫搏今年和電玩電競 以及玩具創作展同步登場 邀來知名日本藝人走走木彩下 雪月心愛等還有人氣聲優 內山戲石和西路飛葉特 現場漫畫輔帶有的下沙舞者 希望吸引人潮 畢竟正值暑假期間 業者已經準備好 要搶功上看3億元的動漫大餅 明日新聞一位鄉沈建宏 網易村小佐 太悲報道